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的有关情况 会上指出 优化防控工作20条措施颁布之后 群众投诉量明显下降 降幅达到39% 而群众反应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反隔离等限制措施 占25% 二是对随意将限制出行范围由高风险地区 扩大到其他地区 占23% 三是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 占18% 目前各地整治层层加码问题专班发挥主导作用 及时纠正 扩大 驸马等简单粗暴做法 针对20条优化防控措施在各地执行不一 国家卫教委强调既要整治层层加码 又要防止一放了之 国家疾控局也表示 今后在国内发生聚集性疫情的时候 只有密接人员才会集中隔离 国家文理部还提出 各地文理部门应该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检 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7号下午 呈专机从印尼转抵泰国曼谷 出席亚太金河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且对泰国进行访问 习近平和富荣彭丽媛乘坐了专机 抵达泰国苏万纳普国际机场时 泰国总理巴育夫妇 副总理兼外长敦夫妇 文化部部长伊提彭夫妇等热情迎接 礼宾分裂红地毯两侧 身着亮丽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 行何时礼 夹到欢迎 泰国华侨华人代表挥舞中泰两国国旗 向习近平夫妇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 前往下榻饭店途中 巨幅电子屏上一片中国红 用中泰两国文字写着 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阁下和夫人彭丽媛教授 中泰一家亲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17号晚间 在泰国曼谷中国代表团驻地 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习近平表示 中日互为近邻 拥有很多共同利益 愿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 当前的世界进入新的动胀并乐器 中日作为近邻 丁薛祥 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 拥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没有变也不会变 委员国民一道 领持政治家的责任担当 从战略保护 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大影响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这次会面是中日两国近三年来 首次举行领导人面对面会谈 岸田文雄表示 日中两国是对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 共同富有重要责任的大国 双方努力 加速构建 具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十分重要 他指出 日中关系存在各种各样的合作可能性 同时也直面众多课题 与学人味觉的问题 俄国战争持续 俄京继续发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乌克兰全境 17号响起防空警报 乌方指控俄军新一轮攻击目标 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乌克兰议会16号投票批准 将乌克兰的国家战时状态 和全面动员令再延长90天 乌克兰当局指 乌克兰南部港口奥德萨 17号上午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奥德萨州州长马尔勤科表示 当地一处基础设施被击中 并警告乌克兰全境可能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 蒂涅伯河畔的蒂涅伯罗也传出连串爆炸声 乌克兰全境陆续拉响防空警报 首都基辅的军事管理部门表示 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了至少两枚巡航导弹 和五架伊朗制自杀式无人机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表示 俄军对乌克兰天然气生产设施和导弹工厂 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 当地亲俄政府官员罗格夫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将其军队 调遣至扎波罗热州 他表示乌军部队正从赫尔松 克里维里赫方向 经蒂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被调遣 罗格夫又指 乌军炮击扎波罗热州米哈伊洛夫卡 导致两人死亡 九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就表示 俄军重新部署后 也在扎波罗热州发起进攻 并可能计划在北部的哈尔科夫 发动另一场攻势 阿列斯托维奇并指 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 战况十分激烈 巴赫木特等多地都爆发战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俄媒17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从伙伴国收到过 俄罗斯愿意进行直接谈判的信号 建议开展公开刑事对话 泽连斯基表示 他曾经从多国领导人那里 收到信号 觉得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进行直接谈判 泽连斯基称 乌方建议采用公开刑事 不希望举行闭门谈判 此前有报道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15号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后表示 俄方不拒绝与乌方谈判 拒绝谈判的是乌方 当天 泽连斯基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视频简话时 提出恢复和平的多项建议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16号表示 乌克兰近期取得彻底军事胜利的可能性不高 并警告称 俄军虽然在战场上遭到挫折 但在乌克兰境内仍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美方判断战争会持续到冬天 spending any time soon has the company militarily politically there may be a political solution 美利的这番讲话应该是在这个拉姆斯特因 拉姆斯泰恩这个模式的会上发表的讲话 拉姆斯泰恩我们知道是德国的一个美军空军基地 那么第一次的全球有四五十个国家参加的保卫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就在那举行 因此就以这个名字命名为这个会议 那么这次呢叫拉姆斯泰恩7就是第七次的会议 刚才我们听到了美利呢比较客观的说 现在在战场上呢这个乌克兰马上取得全面胜利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俄军虽然在战场上 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越来越缩小 但这恰恰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军队的密度增加到 他们现在不用控制那么多的地区里边 就是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反倒增加了这个军队的密度 而且呢现在这个新的征兵也在供应上去 那么在这个拉姆斯泰恩第七次会议上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说 目前的情况是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呢是在战场上 这个俄罗斯是屡屡受挫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动了大量的导弹 来轰炸这个乌克兰的平民的城市和基础设施 那么在这个空中 这个防导系统方面呢 现在看来乌克兰还是占弱势的 所以呢 昨天就出现了还有两枚这个防空导弹呢 就落到了他的队友的波兰的境内 目前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下一步呢 这个乌克兰战场的热点到底在哪儿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南部的乌克兰 现在呢 这个乌军占领了赫尔松市 还有这个丁涅伯河 这个左岸之后呢 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意图 要越过丁涅伯河 向这个其他的城市来进攻 但是呢 俄方其实已经逐渐的在 丁涅伯河的这个左岸呢 这个右岸它不是已经撤出来了吗 它在左岸也逐渐的向东撤离 所以说下一步呢 人们分析乌克兰军队 有可能在某一天 突然直接越过丁涅伯河 然后呢 下一步就是 梅里托波尔和马里乌波尔 但是这两座城市 如果是被乌军拿下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算断了 这个克里米亚的供应线了 所以俄军不会轻易退出 但是呢 同时有个明显的趋势是 俄军把他们在南部的兵力 再向东部 顿巴斯撤离 要加固那边的一些攻势 防线和加强那边的攻势 来自这个阿赫木特 还有阿弗迪耶夫卡 那边的这个消息 说那边打的 这个就像地狱一般 阿迪耶夫卡呢 是一个交化场所在地 那么这个阿赫木特呢 是高速公路的枢纽 把住这两个要地的话呢 那么俄罗斯方面 至少可以实现他们 解放顿巴斯 以前的那种这个誓言 我们知道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本来在基辅他们撤退的时候 就说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守住顿巴斯 而他们在这个南部这些地区呢 本来想打通一个黑海陆地走廊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俄军 这个2月24号突然之间 发动袭击的 从北到南 南部的军队 从这个克里米亚进攻 然后从东一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乌克兰军队啊 好像这个防守啊 很松一下子就占了大片地区 但他站的已经越长呢 实际上他们的人员 兵力的密度也就越大 结果后来他们现在收缩 收缩到东部 但南部如果要是 交给乌克兰获胜 东部俄军又巩固下来的话呢 那么这两个地方将来还有一场 这个真正的这个对峙和战斗 至于这个空中啊 导弹不断地向平民设施 基础设施进行无差别轰炸呢 我觉得这是普京在施压 施压做什么呢 施压乌克兰谈判 好 再看看另外一则消息 据俄罗斯驻中国大使 穆尔古洛夫发布的信息说 中国与俄罗斯的首脑会晤 可能会在今年12月份 以视频的会议方式举行 莫尔古洛夫在接受 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中双方正在协商 政府首脑会晤的举办日期 初步预测会在12月份 考虑到疫情因素 双方可能以视频方式会晤 莫尔古洛夫表示 俄中政府间合作机制稳定运行 今年政府间合作机制 框架内工作组小组委员会之间的会议 基本都已顺利举行 副总理及政府间委员会会议 也将在未来几周内举行 他强调一些不友好国家 试图为俄罗斯能源价格设定上限 这不会是俄中议程的主题 谈到中俄两国商业合作 莫尔古洛夫表示 在西方实施对俄制裁之前 中国企业就已经为俄罗斯消费者 提供品类众多的商品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与商务代表 全力支持中国企业在俄发展 在谈到两国交通互联的恢复进程时 莫尔古洛夫表示 这一议题一直被高层会谈在内的 双边磋商列为一程 俄方认为需要扩大远东地区 与西伯利亚飞往中国的直飞航线 未来还将就恢复两国航运网络 开展进一步工作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这位俄罗斯新驻华大使 率先又公布了中俄两国领导人 要进行会晤的消息 其实这是俄方一直希望能够举行的 好 再看看美国 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的测算和统计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国会众议院的争夺中 已经赢得了成为多数党所需的218席 这就意味着共和党将时隔四年重掌众议院 媒体测算显示 截至16号傍晚 在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中 共和党已拿下218席超过半数 时隔四年再次成为众议院多数党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在社交媒体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还表示美国人以及众议院共和党人 都已为新的方向做好准备 此前一天赢得共和党众议长提名的麦卡锡 就迫不及待提前宣告 华盛顿一党独大的时代终结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文祝贺麦卡锡和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 他还说中期选举展示了美国民主的力量和韧性 自己已经准备好与众议院共和党人合作 为美国家庭共同努力 有美国媒体分析指 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可能会影响众议院国会山骚乱调查委员会 对共和党及前总统克朗普的调查 共和党人还可能报复性地展开 针对拜登及其家人政府的一系列调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足迹选举之后将近十天 那么两院基本上都有了结果 参议院应该是民主党保住了至少50席 现在还有一个州打官司打到12月份 不管那个怎么样 已经没有影响民主党继续控制参议院了 那么在共和党呢 这个可以说小胜 那么现在共和党就夺回了 重新取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次应该是佩洛西呢 大家都以前已经知道 这差不多她是要下台了 她从2007年成为美国首个女性的 而且是意大利裔的 美国的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 之后呢几次都当议长 那么现在她到头了 但她呢 据说现在就是7号呢 她会宣布她下一步怎么办 到底是辞职 还是呢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袖 而这个在这个国会啊 现在也是这个领导人年龄老化 佩洛西八十三四岁了吧 那么还有两位呢 一个是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 现在还是这个民主党人 还有一个呢民主党党编 两位都是八十岁以上 现在呢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党内 都在有一种呼吁 要求这个叫新的一代来这个掌权 所以这个现在的麦卡西呢 她比 她是共和党人了 她是比这个佩洛西啊 小二十五岁 那么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呢 对于拜登来说呢 应该小说算赢 她已经大喜过望了 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 就很难说了 因为并没有因为她的影响力呢 使得这个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 那么在共和党内呢 对于她这个要出来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呢 党内的选举呢 挑战者也很大 特别是 挑战者很多 那么特别是这个 这次再次连续这个赢得州长选举的 佛罗里达的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 那么他这个1978年生的 他明显是特朗普的这个挑战者 所以特朗普在给共和党的议员 在站台的时候呢 居然还直接就骂这个德桑蒂斯 所以说呢 这个特朗普在党内呢 虽然他在这个国内啊 有一批这个铁票支持 但是在党内呢 他未必这次就能够顺利的获得提名 所以现在看来呢 中期选举存在落定 那么未来两年呢 拜登来推行他的这个白宫的政策 不是那么容易了 成了跛脚压了 但是呢 特朗普要想在两年后 接头重来呢 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看看拜登啊 这个在国外 在这个G20啊 在这个G7啊 或者在北约 这个盟友当中呢 说话 这个这个拜登啊 还挺 还底气还挺足 就是因为呢 他觉得自己呢 比特朗普还是掌握的一些优势的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提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宁斯 基于缅甸国营媒体17号报道 为庆祝国庆日 缅甸军政府当天赦免并释放大约6000名囚犯 其中包括缅甸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前顾问 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特内尔等4名外籍人士 缅甸军事委员会称 为纪念国庆日 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特内尔 英国前著缅大使鲍曼 与日本记者久保田彻等将获释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稍后在社交媒体表示 澳方对于特内尔教授获涉消息表示欢迎 强调特内尔对澳大利亚非常重要 特内尔曾任缅甸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顾问 去年2月遭军方拘留 今年9月他与昂山素季等人因违反缅甸官方保密法 被判求3年 此次获释的英国前住缅大使鲍曼 则在今年8月被关押于仰光郊区永胜监狱 鲍曼于2002至2006年担任英国住缅大使 卸任后留居缅甸 缅军方称鲍曼县居地址与登记地址不同 触犯缅甸移民法 另外缅甸军政府在上月以煽动叛乱罪等罪名 判处日本记者九宝填车 10年有期徒刑 九宝填车7月被捕时 正在一场反军政府示威现场进行采访和拍摄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借着缅甸国庆日的机会 缅甸军政府释放了6000人 那么这是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大赦 我想主要它还是向国际社会示好 一方面现在的局势是 基本上它控制了缅甸的政局 这个军政府 那么同时在缅甸的一些反对派 在一些地区举行一些武装的抗争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消息 另外就是在国际社会上 除了俄罗斯和它公开的往来 这个关系越来越紧密之外 现在东盟 现在APEC 在其他一些国际平台上 缅甸基本上就不出现 你像这次东盟 除了缅甸军政府的首脑或代表之外 其他的国家的领导都出席了 这是疫情以来 两年以来第一次的 这是线下回忆 而缅甸军政府的领导就没参加 不知道是没有获得邀请 还是他自己不能去 或者其他的原因 那么所以说 这次借这个机会 释放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士 当然国内就更多了 将近6000人 那么应该是在示威当中 被捕的一些人士 被释放的 可能在国内也希望安抚民心 现在缅甸局还在发展当中 国际社会还在继续的关注 好 再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欧盟委员会16号表示 支持保加利亚 哥罗地亚和罗马尼亚 加入深根区 让人们在这三国和大多数 欧洲国家之间通行 将不受边境的管制 此前 这三国在申请加入深根区之后 被要求对边界实行强有力的监督 优先打击 跨境犯罪 联通信息 建立庇护体系等等 欧盟内众专员 约翰逊称 这些国家 现在已经满足了所有的条件 拥有管理外部边界的工具 框架和程序 训练有素的人员 先进的基础设施和专门知识 因此促进欧盟27个成员国 做出必要决定 正式将其纳入深根 欧盟司法与内政部长 理事会将在12月8号 对向保加利亚 哥罗地亚和罗马尼亚 开放内部边境举行投票 深根又扩大了它的国家范围 那么以后拿深根签证 就可以到保加利亚 哥罗地亚 罗马尼亚去旅行了 他们的国家的公民 也将会更加便利地去欧洲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